他就知道說以後呢 跑螢光1的東西呢 會露光到螢光那邊會有27% 這時候要扣掉27% 所以這個Protocol呢 你就要把它save起來 然後呢 一樣的我們再來看一下說 第25頁的 第二小點我們已經做完了 第二小點就是拉那個 quick count的那個軸 然後呢這時候第三小點 一樣再按這個叉叉 我要放棄這一管 再apport the tube 然後他就會跳到第三管 第三管呢接下來就是第26頁 第26頁 那第26頁呢 我們要單跑的是PE的染劑了對不對 那PE這個染劑基本上來講 他呢跑出來應該會指落在什麼向線 B1這個向線 所以呢你就看說這兩個呢 我們要看的是同一個垂直面對不對 同一個垂直面呢代表什麼意思 這是要看的是x面 剛剛我們同一個垂直面是看y面嘛 對不對 同一個垂直面的話 這是B1向線跟B3向線 就同一個垂直面 就是同一個x面 所以要看B1跟B3 B1的x面是0.453 B3的x面是0.225 所以代表說B1呢 比較多 比較多對不對 所以呢我要讓他往左邊跑 所以呢一樣是動這個卷軸 讓他往旁邊跑 動一下呢他就往左邊移動了 欸你有沒有看到一下就撞牆了 呵呵 扣太多 這叫overcompensation 所以你不能扣1啊 你要用微調的方式 所以你看喔 微調他 就按小箭頭0.1 0.2 你看光扣0.2就已經直接拉過來了 OK 那B1跟B3我們看一下 現在呢 B1的x面在0.298 B3的在0.232 所以還可以再往左邊一點 好那我可以按清空一下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B1現在目前是多少 0.281 那B3是0.234 所以我還可以再往左邊一點點 所以要扣0.4看看 好 所以0.198跟0.215 基本上差不多了 OK 好 現在這兩個都是0.22了 好 那可以的時候呢 要一樣記得再把這個Protocol Save起來 好 那我就可以放棄這一管 好 放棄這一管 然後再印證 好 再把下一管就是雙染的 好 雙染的時候我就看看說 是不是有明顯的四個三 這幾個相片都把它分開來 細胞群沒有看到有斜斜的 好 沒有看到像剛剛有那樣斜斜的 就是它要嘛就同一個垂直面 就同一個水平面 如果是這樣OK的話 代表這個Protocol就好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存它 然後用它來run以後的生活 OK 好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跟這個 有沒有 那有時候齁 有些老師呢 他會再做一些微調 什麼樣的微調 比方說他覺得這個線 我還可以再往上移動一點點 他覺得這樣比較OK 好 因為你剛剛這個線如果太下來的話呢 其實會切到一點他的Sample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再往上調 好 那甚至這個呢 還可以再往這邊調 那代表說以後呢 我的界線就這樣畫 就跟他說 這邊全部都是沒有染到的 然後這邊是單染FIDC的 他這邊單染P然後這邊是雙染的 OK 好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要開始收他的數據了 對不對 所以要開始收他的數據的時候 這個Protocol 可以把它set起來 好 然後呢 哇尷尬 因為我剛剛這邊收10萬顆細胞 嘿嘿 我不想讓他收10萬顆 但是我可以把它中斷 好 那這下我們剛剛提到說 要讓他存的話 SETA mode就要取消了 那才會開始存 好 如果SETA mode開始取消的時候 這Quick Calm 其實我動不到這個軸了嘛 所以這個軸也可以把它取消掉 好 然後呢 我希望流速快一點呢 因為你已經把條件調好了 所以可以把它改成中流速 甚至高流速 對不對 好 那這個Protocol 既然有改 就記得要把它滲起來 好注意看一下喔 這邊現在每秒鐘400多顆細胞 然後呢 目前收到8000多顆 對不對 這裡 這裡 目前收到1萬出頭了 所以呢 你看收到1萬顆其實是指說 所有的細胞收到1萬顆 但是圈選出來的A群呢 是9000多顆 有沒有看到 好 如果真的就放任它真的跑10萬顆 好 大概還要花點時間 但1萬顆對我來說是夠的話呢 我就直接按STOP就好 千萬不要按XX 按XX就是連Data都不要了 好 你就直接按STOP 那就停下來 那這個數據就存完了 OK OK 好 這樣就跑完了 好 那對你們來講 未來你們要怎麼做 你這個Data你會存在哪裡 好 這邊 我們的Data會在這裡 買Computer 然後C槽 好 CSP 我想幫你們把這個東西放在桌面上 不過放到桌面上 變成每個實驗室都有一個 好不好 我們先不要放在桌面上 就記得齁 我的電腦 C槽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它的軟體叫CSP 對不對 CSP呢 然後記得 我們再寫一下齁 C槽 然後CSP CSP下面有Users U-S-E-R-S 點進來 然後就找到你們實驗室的地方 好 像我這邊是Tony流對不對 我點Tony流進來 然後我要存Data要找什麼 LMD 這才是Data LMD 這個 好 那如果要存LMD的話呢 我可以先把這個Data丟到桌面上 好 Copy Past 好 這個Data我要帶走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燒錄軟體 叫 Roxy Easy Media Creator 你把光列面放進去 然後點進來 然後跟他說我要Copy 好 我要存Data 好 Data 這叫Data Disk 好 那很簡單就是直接把Data拉到這邊就好 OK 好 然後呢 如果你有放光列面的話 按這個Burn 它就開始燒了 好 你可以同時放幾十個Data沒問題 好 就全部把它拉進來 然後按Burn 它就開始燒了 OK 所以這個燒錄軟體其實不難 然後燒完之後 你把它帶回去你的實驗室保存 OK 或者是拿去用另外的軟體去做分析 好 講解到這邊目前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一種方式我可以做 剛剛那個是原始的RAWData 叫LMD 那有的老師覺得說 欸我這個數據可以帶走 但是呢我也分析好了 所以呢我想要把它弄成PDFile 也行 好 這邊在講義上面沒有寫 所以呢你要在File這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Print to PDF File 可以嗎 好 然後呢 跟他講 我呢 圖跟統計都要 圖跟統計都要的話 按個OK 那跟他講我現在放它還是桌面上 好 假如放在桌面上 按一個Step 那這時候呢 你這個Data也可以帶走 它已經轉成PDF的格式了 你看到 啊下面是統計 然後上面是什麼 好 所以你帶走之後 你可以自己在你的PowerPoint這邊做剪貼 有沒有貼到的PowerPoint上面 好 所以我們再講一次 就是 你可以把Data拉到這裡 所以你看 我的Data呢 如果是在這裡 把它拉到灰色區域的桌面 就會展現出這些Data 然後在File這邊 Print to PDF File 按個OK 然後呢 丟到桌面上 好 它就存出去了 那就會幫你把它轉換成PDF的格式 那現在PDF大部分的電腦都會有 Arcobet Reader可以開 好 目前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的話 我們來講一下 屏管控制的部分 在 講義的第39頁 39頁 Flow Check的這個 屏管控制 那Flow Check呢 就是 來 來 這個柱子 一般我們會把它放在冰箱裡面 保存 4度C冰箱 那放久的時候呢 它會慢慢沉澱 所以在用的時候 在用之前一定要把它Shake in 好 讓它能夠完全混勻 那你直接Vortex也沒有關係 好 直接Vortex OK 好 那我們這邊來講 一般 這邊來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它是大小一致 10個Micrometer的螢光小株 表面會附著一層螢光物質 雷射激發之後 能夠打出均一穩定的螢光 那分析Flow Check的螢光小株目的 是用來確認機器的液流系統 是不是穩定 那光學系統是不是精準的掃描到每顆細胞 那當機器穩定的時候 平管一所測到的前向散色光 以及每個螢光參數 它都應該是有一個CV值 所以你看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變異係數 HPXCV 要在3%以下 然後另外這螢光呢 就是Xmin的差異也應該在5% 這個一個叫HPXCV HPXCV是指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那個Data叫出來 這個是我們上次跑的 這個是我們上次跑的 OK 你看這邊有所謂的HPXCV 它是指這一支PIC的一半以上 半高一半以上高度 這個變異 這叫做HPXCV 那XCV呢 就是Total了 Total了 所以還包含下面的部分 所以它講說上面要稍為3%以下 下面要 就全部來看要稍為5%以下 這樣才是對的 好 那 那 如果說呢 每次開機呢 你分析前建議先 跑這個敵管役 好 然後確認你的機器是否穩定了 如果穩定的話呢 你再跑你的Sample 那 FlowCheck的種類 下面39A下面 標準的FlowCheck 就是有它的Town Number 它是488雷射來打 那另外呢 我們也會有770的或675 這個你們在這邊用不到 好 你們只會有A那一隻而已 A小點的那一隻 那它怎麼做 在第40頁 依照常規模式 進入CyloMix CSP的軟體 開啟一個合適的FlowCheck Protocol 那我們在這邊呢 先前就已經有設到一個Protocol了 這個 這個Protocol把它拉到灰色區域 好 喔 這個 好 拉到灰色區域的桌面上的時候呢 一樣跟它講轉盤號碼 這是2號 好 2號轉盤 然後待會呢 會把它放在哪裡 我會把它放在第五管好了 第五管的位置 所以呢 位置要寫5號 所以你位置寫錯的話 它就打錯地方了 OK 然後這個呢 我們提到說只寫CyloMix CSP Protocol 這樣子 OK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樣品呢 怎麼處理它 B小點 將Protocol從冰箱取出回溫 然後大概滴10到15滴 10到15滴 這是一個類似鹽藥水的瓶子 好 大概10到15滴 差不多0.5CC就夠了 好 所以把它放在第五管那個位置 好 那接下來呢 C小點在工作清單出過自動上用轉盤的號碼 就是剛剛講的2號還有它的位置 還有它的那個名稱 好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RUN它了 就按START它就開始RUN了 好 好有沒有看到 其他的Pick都落在它的線裡面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好很快 所以你每天 你大概只要花個兩分鐘的時間 去先去確認一下機器 接下來呢再跑你正式的Sample 會比較適合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說 每一個CV值 你看1.2 好我們剛剛講3%以下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HCV要在5%以下嘛 好 好 然後這個也是啊 這個呢 在1.33 2.65 然後這邊呢 也在1.29 跟2.84 好 然後1.32 跟2.83 2.23 3.24 所以都在我們的範圍內 這樣就代表說 這系統沒問題 就可以開始RUN 好 那基本上這個 這個株子是 羅老師那邊 我看他是 民國98年 現在是101年 所以已經3年了 好 那理論上當然我們是建議說 你用助教那個比較好 因為那是新的 好 比較乾淨 好 比較新 好那用助教那個搞不好跑出來的 會更漂亮 好 好 所以這邊就是平管控制的部分 目前有沒有問題 好 那 你問一下阿哥是每一次到上 目前都要打牌 就說你今天只要做一次 後面的人都不用敢做 對 你只要沒有關機 好 你今天開完機 其實要看 因為有的人他會希望說 不同的人每個人都會自己再上一個 好 但是如果說你上午第一個人去RUN 倒是可以建議老師可以這樣做 你真的這個人開機 然後RUN的話 他沒問題 他就Flow check OK 他就勾就好 那後面的人知道 跑過Flow check 他就不用跑 好 理論上是這樣就可以了 對 所以說他不應勁歸音 就是說你每一次 每一次開機 先都要做一次 開機完 第一件事情就先跑這個Flow check 那比如說我 我做完就在我關機了 但是我要做他要再做一次嗎 不需要 理論上是不用了 對 好 好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偏太遠的話 就是可能要打電話找工程師了 嘿 好就是 在線外 好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就要關機囉 好 關機的程序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講義的第67頁 好 67頁 關機 先 先執行cleanse步驟 好 67頁 按這一個 就這一個 這個 那可是我不想按它 因為你按它我就要等 呵呵呵 因為按它之後要等3到5分鐘 我才能做下一件事情 好 所以按了以後呢 我們剛剛提到說按了以後 它會自動幫你把那個 藍色的液體打到整個管路裡面來 好 我們稱它叫cleanse 然後呢大概3到5分鐘之後呢 你看到這邊叫你按idle mode 這裡會出現說叫你按idle mode 好 再按一下軟體上面idle mode 按下去之後它就會幫你再把cleanse趕走 好 這時候呢你又可以繼續再跑後面的事情 好 假設說這樣你關機前 你可以先執行cleanse這個步驟 執行完之後 接下來你就開始要洗管路了 包含注射針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稍微做一下修改 因為在蔣義這邊是說知習三觀 就是我們這邊會放喔 市售的漂白水 那這邊呢建議你就是 你去商場買那個漂白水 然後呢1比10的稀釋 10倍稀釋 10倍稀釋之後呢 再用0.45micron的Builder去過濾就可以了 那其實你們也可以先準備一大瓶 放在這邊 好啊大家覺得不夠 所以我再從這邊去就好了 比較含濾啊 含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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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然後呢 再來呢就是 因為在蔣義這邊寫說 是要0.45micron的過濾嘛 那另外在兩管去的水 所以這邊也會有去的水 那將來就是建議你們這邊放幾個大的瓶子 比方說漂白水去的水 OK 那我這邊要做一個修改 你幫我在前面再多加兩根 所以我會先洗 其實我會先洗Cleanse 藍色的液體 先洗Cleanse OK 然後呢 再取水 再洗水 然後洗完水之後呢 再洗漂白水 然後再連洗兩管去的水 所以換句話說 在Portoco前面其實再多兩管 一管是Cleanse 一管是去的水 然後再漂白水 然後再兩管去的水 OK 所以呢 你看這個是藍色的 這不夠的話 就從那個那邊那一桶來倒 藍色的這個液體 因為我們常常發現客戶很可惜 這個呢也會有效期的 那你通常放久了以後 顏色會變成紫色的 一旦變成紫色的 這個就變性了 不能用了 那他們都不知道要用這個 就一直放到要讓它壞 那既然你現在這邊有兩桶 就把毛錢拿來用嘛 那所以呢 我們會這樣做就是 我先倒Cleanse 大概倒一半就好了 這樣子 然後呢 再來就是去年止水 好 然後再加碗水 好 好 我又放回這裡面來 我習慣是從後面開始放 28 29 30 31 32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講義的第三小點 從common使用者資料夾 你的common在哪裡 你看這邊只有 Tony流的acquisition 還有他的分析 common在這裡 將來每一個人設定他的一個 帳號的時候 都會有common的檔案夾 都會有 那這個common檔案夾 其實呢 就是 之後Flow會常用的Polo code 他會先幫你寫在這邊 他找到Cleanse Bleach 這個Polo code 拉到灰色區域 這邊來 好然後呢 他又給你講說 你今天要拉這個Cleanse Bleach 的Polo code的話 就是要把這個表清空 換成Cleanse Bleach 的Polo code來跑 我就按yes 好 所以你看現在變成Cleanse Bleach 的Polo code OK 好 那我會再做一下Modify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Sidometer Control 這裡 欸不用 他這個本來只跑180秒而已 就是每一管其實只跑180秒 那180秒相對就是3分鐘 所以你跑那5管 就是要用到15分鐘 對不對 那這樣是OK的 讓他可以跑15分鐘 好 然後呢 我們就讓他跑 所以呢 轉盤號碼 好 好 2號 然後位置呢 是幾號 28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們插入5管 29 30 31 32 那Cleanse Bleach 這個Polo code 不需要寫檔名 Sample ID 2 這邊不用寫檔名 好 所以直接按START就可以了 那他就會連續幫你洗5管 好 洗到怎麼樣 叫做OK 一開始洗一定是比較髒的 洗到越後來的 那個管子就應該要越乾淨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第五 第五小點 最後一管DIWAT洗完之後 要檢查機器的Event 在哪裡 這邊 這邊有統計Event 就這裡 好 這邊呢 你要少於30顆以下 這裡 最後一管 你要少於30顆以下 才是OK的 好 那也會有User呢 那個 操作者 那個登記的帳 那個 會在那邊多一個欄位 你洗完之後 剩多少顆 OK 那等於是做一個 一個追蹤紀錄 那如果說 機器隨著時間越久的時候 它的管路稍微 開始老化的時候 會洗出來的顆數 會越來越多 所以呢 我們也允許說到300顆 就不要超過300顆 如果你超過300顆的話呢 你就得要再重複洗 另外一個cycle 就再洗一次2% 29% 30% 31% 32% 那我們常常有User 他越洗越髒 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管子都不換 那五根管子啊 他只是把裡面的內容 霧倒掉 可是最髒的其實是那五根管子 OK 他就是在灰天 所以你乾脆把那五根管子全部灌掉 好 然後再洗就OK了 如果再這樣還不行的話 那就真的要請公司來看 好 所以呢 就是等於是 最後一根管子 洗水的時候 他這邊要去少於300顆以內 好 原本上我們洗 我們新的機器 他在洗的時候應該都會很乾淨 OK 那如果你發現真的最後一針呢 是少於300顆以內 可以的話呢 那就把這個 右上角的軟體關掉 好 關掉之後呢 再來第七小點 連選桌面上的這個MCO 我點兩下 那就關機了 關機之後再離開你的電腦 這樣就可以離開了 那在離開之前呢 你可能還記得 飛機桶要不要換 然後那個BBS要不要補 這兩件事情要做一下 OK 好 那我們再看第六七月下面 注意事項 樣品上機分析前呢 可以先執行開機暖機的步驟 所以呢 你今天登記說你是要十點來 來上機 假如早上十點 那我會建議你說九點半就先來開機 好 那你開機完之後 你就可以先去處理你的檢體 要不然的話你等到處理完 你再來開機 他要等一段時間去預熱 好 大概以預熱15到30分鐘會比較好 好 然後再來就是樣品的體積 我們建議0.5到1CC 不要太少 好 至少一定要超過0.5CC以上 然後每CC的細胞數目大概 1乘以10的648 那2乘以10的648 好 然後結束之後 至少 下面這個至少呢 你幫我還是寫一下 你要寫五管 因為他這邊只寫一管漂白水 跟兩管取水水 你還是要洗五管 好 cleanse 然後呢 去水水 然後再漂白水 再兩管去水水 好 那每週啊 每週可以執行一次這個動作 就是按這個cleanse這個動作 每週 好 因為按一次之後呢 其實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按一次之後呢 就關機了 然後呢 隔天再來開機的時候呢 他會自動幫你把cleanse趕走 你不需要再去按Idle mode 好 你執行了這個cleanse之後呢 就關機 因為讓他泡Open Line Open Line的話 他在水解管路裡面的這些殘留的蛋白質會更完整 OK 好 但是呢 不要超過兩個Nine 因為呢 那個酵素呢 也會去傷害管路 好 所以呢 你就是不要去 去Over兩個Nine 好 是Over一個Nine就可以了 那有問題就打電話 不要去自己運作 好 然後實驗前呢 跟清理後呢 都要有 詳細的 那個 儀器紀錄 要寫一下 好 那我們再看第68頁 好 這邊就我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說PRIME這個動作 當你機器的收集樣子數據的時候 發現你的收集的速度越來越慢 怎麼說 這邊是每秒鐘多少顆有沒有看到 這裡 這裡 本來每秒鐘可能兩三百顆 跑到這一管 變成每秒鐘就有各位數字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按這個PRIME看看 好 按完之後呢 他會自動再去幫你Rock剛剛那個Sample 如果在Run的時候還是這樣呢 那我們就要執行下面那個Cleanse的動作 OK 所以呢 發現儀器嚴重篩管呢 就停止樣品分析 按上軟體的那個Cleanse鍵 那這時候呢 它會把Cleanse Solution充滿整個管路 結束之後呢 再按Idle Mode 那Idle Mode結束 按Idle Mode 它會幫你把Cleanse趕走 這時候呢 不要急著先上你的Sample 先上一次二次水 因為管路上面可能還有殘留一點點 先上一支 就是把你的Sample前面再放一根二次水 然後呢 你在工作清單前面加一支水的這個管子 讓它去Run 然後接下來旁邊Sample OK 那目前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 離開前 待會我們會把一張名片貼在這邊 就是我的 我的 那個 這邊 有我的 的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手機號碼 所以可以貼在機器前面 那有碰到什麼問題可以打電話來問我們 但是如果真的碰到機器的問題 是儀器的壞掉的話 我會跟你說你還是要打那個0800的部分 因為我們有 需要把工程師的這些 維修儀 紀錄到它請下來 好 OK 好 那 因為接下來再等的話 大概你還要再等兩個針 三針 還要再等十分鐘 所以我們想說 這邊呢 我就讓它跑完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現在就會結束 OK 好 有問題 沒有的話就 就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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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感谢观看